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的迷你小书包呢并且想要用布织布来制作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Let's go 首先用白色印卡纸剪出书包的形状 两边是4.5厘米 下面是3.5厘米 尺寸是根据书包的大小决定的哦 然后拿出粉色布织布 剪出两张同样的形状 这样就剪好了 然后我们拿出一张蓝色布织布 剪出一条2乘12.5厘米的蓝色长条 用胶水将它们边缘粘合在一起 小帕用的是布织布专用的酒精胶水 这样就粘好了 同样的方法我们把另一块布织布也粘上去 粘好之后呢剪去两边多余的部分 让它的边缘形成一个弧形 这样一个书包的底部就完成了 然后用深一点的粉色剪出之前一样大小的形状 用胶水贴在背部 把书包的两边向中间像这样对折一下 然后翻过来 这样一个书包就完成了 这里呢小帕用到了这样双面的魔术贴 贴在这中间 撕开背胶 像刚才同样的方法 扣回来 这样书包就固定好了 这样书包就固定好了 然后再剪出五条不同的长条做背带 这五条的宽度呢都是0.5厘米 长度分别是3.5厘米 这两条是7厘米 这两条是10厘米哦 再两头抹上酒精胶 贴上去 因为酒精胶干的比较慢 所以我们要多按压一会儿 然后将两条10厘米长的长条贴上去 背带也粘好咯 然后呢我们将这个7厘米的长条 头部呢剪成一个三角形 我们要把它贴在书包正面做装饰 上面再贴两个小条 然后呢再剪一块2×3.5厘米的蓝色布之布 贴在背部 旁边贴两块正方形 做侧面的包包 最后在上面贴上可爱的贴纸 后面贴上一个水晶南瓜马车 可爱的小书包就完成了 小牌还做了一个紫色的索菲亚公主的 尺寸要稍微大一些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 留言告诉我哦 将彩色折纸 彩剪成很多张的小长方形 大小是3×2厘米 再剪一张彩色印卡纸做封面 对折 用定书机在中间固定 用剪刀修剪一下边缘 贴上可爱的贴纸 可爱的小笔记本也完成了 最后是迷你铅笔 将牙签剪成两个小段 用彩笔将笔杆涂成彩色 笔尖用黑色马克笔涂黑 可爱的铅笔也完成了 在这也可以用指甲油涂成这样亮亮的效果哦 我们把铅笔放在侧面的小包包上 按摩讷里的小包包搅拔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你们都学会了吗 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一定要记得点赞和订阅哦 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呢 也一定要留言告诉我们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 谢谢你的来信 如果以后有什么好的建议 一定要告诉我们哦